马上为您带来今夜最新现场实况 这是韩国瑜在今天宣布了国阵配之后 今天晚间也夹带气势 来到了妻子李嘉芬的故乡云林 帮立委参选人站台 而且在这个农业大县 也搬出了过去被农担任总经理的政绩 强调他若是当选总统 一定全心照顾农民 现场还邀请到了李嘉芬的母亲和弟弟 担任神秘嘉宾 一家人同台竞选 而且韩国瑜还打着云林女婿的招牌 要全力争取相亲的支持 韩国瑜和政坛好友谢龙介同台飙歌 来到云林西螺 韩国瑜身为云林女婿 选唱的歌当然很有在地特色 今天刚好在习宣布 我副总统的人选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前行政院院长张三振 做到副总统的搭档 11月11号宣布副首这天 韩国瑜晚间也没闲着 趁着如今气势高涨 来到妻子李嘉芬的故乡 替国民党云林海线立委参选人站台 搬出过去在北农担任总经理的政机 韩国瑜在农业大县打农业牌 乡亲们很买单 为了和在地有更多连结 更请出李嘉芬的母亲和弟弟一同营造 团结气势 我年轻时来这里 追求嘉芬的时候 我当时就说 那时候我讨论这么多 他说这些年轻人一样这么有出息 全战倒数剩下61天 韩国瑜加紧脚步 请跑各县市拼选 在妻子娘家的云林县 更向选民大力催票 力拼追评 民调差距 共申共申韩国瑜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